说到火箭炮这种军备武器,我想每个人都会记得苏联时代的克秋沙火箭炮。 在二战期间,克秋沙火箭炮使得国人遭了不少罪。 在上甘岭之战中,我们的勇猛剧院军也使用这个火箭炮猛烈的打击美国军队。 虽然卡秋沙火箭不是世界上第一个火箭炮,但它是历史上最有名的火箭炮。 在苏联解体后,白俄罗斯继承了所有火箭炮武器,但随着这些装备的渐渐老化,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比它更好的武器来取代它。 纵观世界,最后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中国,因为中国对现代火箭炮有着独特见解。 中国在该领域发展选猛,开发了一系列先进的远距离控制火箭炮,一组发射就能给敌人带来精确致命打击。 在这方面中国说第二,相信很真没人敢说第一,任何地方没有不花钱的饭菜,为了能掌握我们的火箭炮技术。 白俄罗斯竟然愿意把压箱底的特种卡车底盘技术拿出来。 事实上,早在20世纪90年代,我国就想从俄罗斯引进相关技术,但遭到拒绝,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可以生产这种超重型越野底盘。 俄罗斯,白俄罗斯,中国和美国都拥有成熟的技术,由于美国放弃轮式底盘机发射战略导弹的方式,前苏联可以说是中型制造领域最大的,而白俄罗斯宁斯克机械厂掌握了着苏联那是最大的发射车制造技术。 虽然中国在面向工程研究领域可以说是世界第一,但中型轮式车的零部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,真的不是几张图纸就可以参透的,而且最重要的不是怎么设计,而是怎么制造出来。 但是通过与白俄罗斯的技术合作,我们掌握了所有关键技术,使我们的移动战略导弹运行车不再是一个短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